停在路中間 一名女駕駛下車衝到警局內 因為她的丈夫突然失去呼吸心跳 一名員警趕緊衝上前查看狀況 另一名警察則是從局裡 拿出AED電擊救援 男子失去呼吸 雙唇和舌頭都發白 員警立刻進行電擊和CPR搶救 把握黃金救援時間 不到五分鐘 醫護人員就抵達現場 並拿出單架將男子送往醫院 沒有任何思考的時間 直接對她使用CPR的按壓 大約按壓到70下的時候 甘明先生突然呼一口氣 呼一口氣之後 發現她有在自主呼吸 原來潘興男子在家中 突然出現胸悶症狀 妻子趕緊開車要前往醫院 沒想到開到半路 男子就失去呼吸心跳 妻子只好開到警局 並用AED電擊器 實施緊急救護 近五分鐘時恢復心跳 並將其轉送三軍總醫院 員警合力幫忙成功救人一命 所幸潘興男子已經脫離險境 在家敬仰 而他的妻子也特地送上 象徵慶祝生日的蛋糕 感謝警方出手相救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鳥寶馬太郎